就是有人有记者访问说 郭台铭 有没有访问郭台铭 就问他说 到底 为什么 大家就是赚的钱都那么少 那为什么郭台铭可以赚那么多钱呢 对 然后问郭台铭 郭台铭跟他讲说 第一个 我把我的家当全部都放进去了 才有今天红海 那我不是在赌博吗 他那时候其实就把所有 家里的家当全部都放在红海 所以才有今天红海 如果说那时候赌输了 没有钱 那当然整个就变负债了 对不对 另外的话 他说 今天他拿到Apple订单 也是一样 那Apple订单是谁去拿的 当然不是员工去拿的 一定他去谈回来的 Apple才有可能会跟红海合作 才有后续的一些获利 对不对 对 那第三个是说 view不一样 老板是24小时都在想怎么赚钱 然后有些员工是 只要上班的时候 就随时想要打货抹鱼 心态上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 他会 他能够收入的部分 跟员工是不一样的 其实基本上当老板 真的风险太大 真的风险太大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所有家里资金 都放进来 其实这个我是曾经经历过这一段 我知道 因为真的是 烧不完的钱 尤其一个公司 你不知道说 也许你可能估计 一家公司可能500万就解决了 可是呢 你怎么知道500万会刚刚好 500万不够怎么办 对 钱从哪边来呢 对 你要跟朋友借钱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知道说 原来神父人才是朋友 神父人可能只是一个女士